后背发凉 带三千万头饰的华妃不会知道 梅庄落水后 皇上的那句不重用并非在责怪下人 而是在说一旁昏迷的梅庄 宫斗剧甄嬛传中 华妃住的易坤宫离着千里迟不远 最开始秀女入宫的时候 因为甄嬛一直抱病 所以第一个被皇上宠幸的就成了沈梅庄 作为冀州邪领家的千金 沈梅庄从小就为入宫做了充分准备 对宫里的规矩了如指掌 所以在被皇上临幸之后 皇上就发现她的资质比得上皇后华妃 于是也就产生了培养梅庄的想法 作为初入宫的秀女 沈梅庄能够被皇上看重并有意培养 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又天资聪颖 品行端正 被皇上寄予了厚望 接下来的日子里 皇上的却给了沈梅庄管理六宫的权利 让她学习实践 但皇上这么做 并非是真心实意器重她 毕竟皇帝心中 最重要的永远是权利制衡 提拔梅庄的主要原因 还是想借重她来制衡华妃的权利 毕竟像沈梅庄这样母仪天下 气场十足的人并不多见 如果她能逐步升迁 就能在后宫与权利通天的华妃 分庭抗礼了 可是 想法是美好的 现实却不如她意 要教导梅庄管理六宫的 正是极度心很强的华妃 在这种情况下 梅庄哪可能过得轻松 华妃肯定会百般刁难 直到除掉这个眼中钉 因此 华妃每天晚上都逼着梅庄 到自己宫里抄录后宫的账目 还把灯光调至最暗来折磨她 一整天操劳下来 虽然气得梅庄牙痒痒 却也不至于和华妃闹翻 看着她这么能忍 华妃就更加火上浇油 开始打算做出更狠的事情来 有一天 抄完账目回宫的路上 梅庄经过千里池 一时兴起想去喂池中的鱼 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问题出在梅庄 独自一个人在那喂鱼时 身边的人要么被自己支走了 要么被华妃叫走了 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华妃自然要好好利用了 于是沈梅庄就这样被人推进了池中 差点丧命 梅庄被救起来后 皇上和甄嬛慌忙赶来 见昏迷不醒的梅庄 皇上一时沉默无语 直到华妃匆匆赶来 皇上这才开口说话 半夜三更 华妃根本就不该管这事 此时赶来 显然就是狐狸给鸡拜年 存了别的心思 果然 没多久 华妃就说出了她的目的 提出要将沈梅庄身边人处置的主张 她建议把梅庄身边的宫女丢进慎行司 这等同于要给梅庄断了左臂右膀 面对华妃的建议 皇上也未做回应 只是默默凝视着昏迷的沈梅庄 最终说出了那句不重用啊 这话看似在斥责伺候梅庄的奴才 实则是在说昏迷中的梅庄本人 因为如果真要处罚奴才 直接按照华妃说的将梅庄身边人丢进慎行司不就行了 但皇上根本没这个打算 只是任由华妃在那续道个梅完 皇上怎会看不透华妃的阴谋算计 所以皇上这句不重用啊 是在评价正处于昏迷中的沈梅庄 原本想提拔他与华妃对抗 没想到连这点小事都险些丧命 这样的人怎能与狠毒的华妃相斗 皇上就是在那一刻 终于认清了沈梅庄的能力有限 无力承担自己的期望 今天的后宫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